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得是你呀 苏大小杰亲自洗手做羹汤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们搁几个能有这服气 就是啊 这首金柜呀 过的都是千万级的项目合同 现在居然为你碰油烟了 咱们都羡慕死你了 这房子也是他给你买的吧 怕你在学校宿舍住不习惯 主要是为了他能经常来看你吧 嘿嘿 我笑了笑没接茶 只是招呼着他们喝点茶水 苏寒烟听到我们的打闹声后望了过来 眼睛弯了弯 朝我甜甜一笑 周围朋友更是一阵兴奋起哄 是啊 他一向是最给我面子的 知道我俩身份悬殊 怕我身边朋友以为我在他面前没尊严 于是得知他们要来后 专程从公司回来陪我 还自告奋勇下厨 我当时笑着拒绝 我来做就好了 让你做饭太委屈了吧 可他十分坚持 撅着嘴撒娇道 我知道他们平时怎么说我 苏大总裁嘛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在你这儿 我不是什么总裁 只是你的女朋友啊 传授点技巧啊 林哥 我也想要白富美女朋友 为我抛下一切物 如果是前两天的我 一定也沉浸在这种由爱情勾知的美梦里 而不是像此刻一样 被巨大的不安笼罩 平日里在我耳边说 愿意为我抛下一切的苏大小姐 在与家人的聊天记录里 向我展示的另一个世界 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只是为了感知大众心里 能更好的研究产品吗 那些小恩小惠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呀 看她那么开心还挺有意思的 明明都是一些我们平时用惯了的东西 放心吧 工作之余也是无聊 消遣黑了 仔细想想 苏寒烟平日对我再好 但确实没有提过 关于我们二人的未来 刚跟苏寒烟在一起的时候 我身边朋友笑着称呼我为苏家坠序 可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在我女友心里 我连坠序都算不上 算个玩物 苏寒烟初见我时 我十分狼狈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上大学后 我找到一间咖啡厅打工 被找茬的客人将咖啡从头浇下 可即便被如此刁难 我依然微笑着说替她再做一杯 没办法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99%的人我都惹不起 苏寒烟就在旁边饶有兴致地看完了全城 她没有出手帮我 却在我回到学校后 送来了我掉落的学生证 校长亲自接待的她 看到她脸上谄媚的笑时 我就清楚 眼前这个看似于我同龄的漂亮姑娘 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后来她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肩膀 对着校长说 这学生不错 我从来没见过校长 那么卑躬屈膝的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 苏寒烟秉着来都来了的态度 给学校捐了一栋教学楼 她那句不错 让我包揽了那年学校大部分的荣誉 当然按照我平日的成绩来说 这些原本就该是我的 包括被别人霸占的奖学金 第二年也合理给到了我 兄弟刘永国开玩笑式地劝我 苏大小杰那是什么人物 跟咱不是一个阶级 嫁进豪门的女人已经够累了 更别提是嫁进豪门的男人 兄弟别把自己玩进去了 我知道啊 穷人最大的自觉 就是从来不敢奢求自己以前没有的东西 即便机会放在自己眼前 也只会默问自己一百遍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值得呀 我已经很有自知之明了 但苏寒烟依然强势地入侵了我的生活 她会像普通的女生一样 在我打篮球的时候 在旁边摇旗呐喊 只是别的女生只会给喜欢的男生送水 她却会微笑着 让工作人员记录在场每个学生的口味 以我的名义请人喝各种饮品 我从小寄一顿饱一顿 落下了胃病 又为了省钱 不爱吃早饭 她知道以后 跟着自家师傅学了二十多种养生粥 每天早上给我送到学校来 我问这样 不会耽误你的工作吗 当时她提前毕业 正在准备接手家业 可她却俏皮地向我眨眨眼 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 但青春只有一次了 你们把我想得太高高在上了 我明明也只是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小女孩嘛 就这样 我慢慢沦陷 她带我出席宴会 将我介绍给她身边所有的朋友 没有电视剧里那种被人恶意刁难的行为 大家都对我很好 但我心里清楚 这只是因为我是苏寒烟带来的人 他们畏惧的从来就不是我 后来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长 她即使在忙 每周也会固定抽出一天时间来陪我 整整三年 无一例外 渐渐的 我身边的同学对于我们也从看好戏的状态 变成了羡慕极度掺杂在一起的眼神 林阳 你到底是怎么得了苏大小姐青睐的呀 教教兄弟几个呀 我也很好奇 我问苏寒烟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他单手脱腮 或许是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在咖啡厅的时候我就想着 如果是有人这么欺负我 我绝对让他没办法完好的走出这个门口 可你居然这么忍下来了 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一路走过来一定很不容易吧 可即便你当时面上笑容在自然 我也看到了你攥紧的双拳 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啊 林阳 你要相信自己值得 毕业之后来苏世吧 我就是你的机会 我彻底溺在了他的温柔向里 我没日没夜的学习 我想让自己有价值 他说 我可以站在他的身边 可在他心里 我情感上是玩物 利益上只是一条为他所用的狗 爸妈 我看过林阳的成绩单 计点满分 人也有野心 背景差点没关系 我要的是这个人 放心吧 等他毕业进了苏世 一定能成为我身边最中心的狗 聚会结束后 苏寒烟轻轻勾住我的脖子 怎么样 没给你丢面子吧 我可是特意跟我家厨师长学的呢 他尾音脱长 把头轻轻搁置在我的肩膀上 今天怎么了 我这么乖 你怎么都不说话呀 说着 他伸手过来捏我脸 我攥住他的手 哑着嗓子问道 你明天有事吗 苏寒烟一愣 怎么了 我奶奶病情加重了 我想带你回去见见他 我很小的时候 爸妈就去世了 一直是奶奶带大的 前段时间 他还在念叨 说年纪带了 让我赶紧把孙媳妇带回去看看 我本来以为只是老人家好奇心惦记着 可我接到 我请来照顾奶奶的护工电话后才知道 奶奶他得了阿兹海默症 马上就要认不出我来了 寒烟 跟我回趟家吧 苏寒烟自然也清楚 奶奶对我有多重要 可眼下他面色为难 歉疚地朝我笑笑 抱歉啊杨杨 明天公司有个重要的活动 我不能缺席的 我让人准备点补品 过几天再和你一起去看可以吗 他骗我 我知道他为什么去不了 是因为明天要跟陪家少爷商谈联姻的事情 我依然按照原计划提出 也是想看看他会选择谁 可惜 我终究是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分量 我笑得有点勉强 但还是哑着嗓子说了声好 第二天一早 苏寒烟收拾东西 准备出门 离开前 他亲了一下我的侧脸 我保持侧身的动作没给反应 等他走后才缓缓起身 走进卫生间里 我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视 一夜无眠 此刻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随便洗漱下 我披了衣服 虽然已经知道结局 但我依然心有不甘 我朝着记忆里他们约好的地点赶去 我到的时候 两家人已经会合 苏寒烟身穿一身定制礼服 微抬的下巴 是我平日没见过的高傲模样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他 这次相亲局 选在陪家接待贵宾的餐厅 听说平日接待的 都是一些国外王室 我这样的人 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 我就这么呆呆地站在门口 任凭来往路人 上下打亮我 他们现在谈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呢 那我应该 应该回家收拾卷铺盖走人吗 我在外面从天亮 站在天色昏沉 神色麻木地点开手机 拨出一个号码 喂 你说的是我想通了 我加入你 但在给我一点时间 休整下心情 苏寒烟回来的时候 我没有开灯 房间里漆黑一片 只有我手上一点星火 地板上满地都是散落的烟头 他打开窗户 皱了皱眉头 有什么烦心事吗 怎么抽了这么多烟 他还是那副温柔模样 看到屋内被我搞得 乌烟瘴气也不生气 可有句话说得对 女朋友没情绪 或许只是因为他不爱你 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后 我再也绷不住了 整个身子开始剧烈颤抖 猛吸一口烟 却突然枪尽肺里 边渴边笑 苏寒烟 苏大小姐 你整天对着一个你不爱的人 摆出这副温柔姿态 真的不累吗 我知道你今天去哪里了 不是跟陪少爷聊得很好吗 婚期都定了吧 我真的很好奇 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 你无聊时地消遣 你的一个新奇玩具 还是一条你细心养大的狗呢 我自嘲地笑笑 眼泪却顺着咧开的嘴角 滑落到了地板上 苏寒烟看到我的样子 脸上表情有瞬间慌乱 伸手过来想扶住我 被我狠狠甩开 我不会再上当了 他回来之前 我复盘了我们三年来相处的点滴 我见过他小时候的时间表 五点起床九点休息 从早到晚各类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的时间不是拿来照顾人的 可他却照顾了我三年 这三年如果都是假的 那少年人 你说这世上的感情 还有什么是真的呀 真相和回忆掺杂在一起 画成银针狠狠刺在我的胸口 拜托了 别再假装爱我了 我是真的分不清啊 我红着眼睛 看向苏寒烟 苏寒烟 我是比不上你这种天之娇女 但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有自尊心的 你和你家人在背后像讨论的物件一样 讨论我的时候 有考虑过我吗 苏寒烟站在原地 刚才脸上的慌乱 已经消失不见 转而变成了一种恼怒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调查我 翻我手机 我吃笑一声 我怎么知道的 还有意义吗 如果我不知道 是不是会被你一辈子蒙在鼓里 等你和裴少爷结婚了 在外面给你当情夫 苏寒烟常叹一口气 裴盛不是不懂事的人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他不会干预我在外面的生活 我承诺 以后至少在经济方面 不会让你受委屈 这不是很好吗 我不可置信地盯着他 苏寒烟 你还真想让我当情夫 我起身一个大胯步冲进卧室 将自己的行李拎了出来 苏寒烟看到后终于慌了身 你这是干什么 林阳 你先冷静下 我们在一起三年 我对你的感情也不是假的 只是我毕竟是苏家独女 我有我的责任 我也是身不由己 够了 我大吼一声 苏大小姐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想谈正常的恋爱 你放过我吧 说完后 我拉着行李就要出门 苏寒烟见我铁了心要走 咬牙说道 你想清楚 这些年你的吃穿用度 都是最好的 包括你的专业方面 我请了那么多老师培养你 离开我就要回到以前的苦日子 你真的舍得下吗 我迈出的步子没停 苏寒烟见我就要关门 急切道 苏杨 你敢走出这个门 这些年 我给你花了多少钱 就得统统还给我 我拉门的动作一顿 转头朝着苏寒烟应铃声 好 你放心 一分不少 我林阳全都还给你 拖着行李箱出来后 我暂时没回学校 随便找了个酒店 想先休息一晚 躺倒在床上时 心脏还在抽着疼 我暗骂了自己一句 真没出息 苏寒烟给我打了无数个调子 我全都摁灭了 我已经分不清楚 他现在对我所说的话 究竟是真的对我还有点感情 还是因为我能带给他利益 毕竟他刚接手家业 根基不稳 一条听话的狗 确实比一个没什么用处的恋人 更吸引人 要我 我也舍不得狗跑了 我翻开行李 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是这些年 苏寒烟给我花费的账单 一笔笔记得很清楚 我从来没有想过 占他什么便宜 当初他让我辞掉了咖啡厅 和其他的兼职工作 包揽了我的学费 我说算我借的 我也清楚 与其扭扭捏捏捏 不如将这些记在心里 提升自己的价值 以后再回报他 也是这样心无旁骛的学习 我两年就修完了大学四年的学分 后来我又私下 接了几个小项目练手 也赚了不少钱 奶奶的护工费营养费 还有我和苏寒烟日常的开销 其实基本都是我自己出的 只是这些钱对他来说 依然不算什么 所以他意识不到 我含他学费他不要 我就把这些钱都攒了下来 想着给他攒个彩礼 可现在 我把我账号上所有的钱 都给苏寒烟打了过去 这个数字 对于这些年 苏寒烟花费在我身上的资金 应该是只多不少的 随后 我将手机关机躺倒在床上 意识逐渐昏沉 睡了过去 再醒过来后 发现手机上是同学刘永国 给我发了消息 兄弟 你咋回事啊 苏大小姐今早上气势汹汹的来学校 没见着你人又走了 有个哥们刚好在办公室给老师递资料 听大小姐意思是要学校打压针对你啊 咋了 你俩吵架了 不是我说啊 她平时一个千金大小姐 对你是要啥有啥 你也别不知足 服个软就行了 我揉了揉眉心 直接给她发个语音 苏寒烟 那个女人缺的是个情夫 我服不了一点 你要想上赶着的话 我可以给你举荐举荐 啊 这咋回事啊 她平时挺尊重你的呀 我们还私底下讨论说 你这结婚之后 肯定比我们一开始预想的苏家坠富地位高多了 脑瓜子嗡嗡的 结婚两个字 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没再多看 刚想关掉窗口 刘勇国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不过跟这种大小姐相处是危险 我估摸着 学校这边肯定要对你有什么动作 你小心点哈 我回了一声知道了 点开通讯录 我给辅导员打电话说 想请两天假 辅导员没接 于是我又点开辅导员聊天窗口 给对方发了请假留言 没再多停留 我倒了几班车 去了奶奶家 一进门 老太太精神头不错 朝我黑黑笑 哎 大孙子 我都说了 没事别老回来看我 别耽误了学习啊 我眼眶有些湿润 我是个大山里的孩子 爸妈去世后 是奶奶把我拉扯大 她说人得读书 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就这样 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背着我和为叔不多的行李 走出了大山 努力在一个小城里 扎根定居了下来 我高中的学费生活费 是奶奶用捡来的纸箱 一分一毛换出来的 我拼了命地学 才站在了和别人同样的起点 奶奶摸着我的头 眼神朝身后望了望 我知道她是在看谁 叹了口气 奶奶 她家里最近有些事情太忙了 说过两天就来看你 奶奶眸子里有些失落 但还是叮嘱我 我一个老太婆 有什么好看的 你俩好好的就行了 得对人家姑娘好一点啊 一心一意 别在外面学坏了出轨 什么的知道吗 这想起往事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 奶奶随后又笑眯眯地 从旁边的纸箱里 翻出一本册子 今年开春的时候 我收拾了一下屋子 翻出来了你高中时的笔记本 来 再像以前那样教教奶奶吧 奶奶很好学 她一直都说 如果她认字 有学识 就不会吃那么多不该吃的苦 以前我上学时 她只要得了空 就会乖乖坐在一边看我做题 我得闲了 也会教她认字 渐渐地 她识的字越来越多 可我这次回来时 护工跟我说 她忘的字也越来越多了 奶奶颤颤巍巍 带上老花镜 翻开册子第一页 为首的是我高三时 记下来激励自己的话 穷且易奸 不坠青云之志 老太太脸色红润 笑盈盈地看着我 乖孙 靠 这句我能念全呢 多好的句子啊 你从小学习就好 大学也选了自己喜欢的计算机 未来好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 都别灰心 奶奶都支持你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是 我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 深知这个世界的参差 我曾经的理想 就是能靠自己推动一点点这个世界的进步 让大家用最少的钱 享受最新的科技技术 能让山区的孩子 也能依靠互联网 实现教学资源同步 可自从认识苏寒烟后 我拼了命地学习 不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 也不是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 是为了他 为了苏氏集团 奶奶 以后的路 我知道该怎么走了 幸好 还来得及 我回到学校 打算一心投身在专业研究里 可等我回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已经被自主退学了 办公室里 校长斜着眼睛瞪了我一眼 有什么好说的 你无故不来上课 开除你学籍有问题吗 我紧皱着眉 我跟辅导员请假了 也说明了请假理由 辅导员在一旁双手一摊 我可没答应 我攥紧了双拳 就算我理亏 没有等到辅导员同意就离开 可即便是旷课几天 也没有严重到要退学吧 校长见我顶嘴 气得一拍桌子 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说退学就退学了 你难道在质疑我的决定吗 保安呢 以后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别放他进来 见到校长这副样子 我心里也清楚 是因为什么 苏寒烟想用这种方式 逼我就犯 没再多做纠缠 我直接走出了学校 站在学校门口时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接通后 对面传来了苏寒烟的声音 林扬 如果你现在乖乖回到我身边的话 我敢保证 不出五分钟 你们校长会追出来求你回去 不用了苏小姐 这样的校长 以及这样的学校 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你你想清楚了 如果你现在走了 可真就什么都没了 你一个没背景的普通人 连大学都没读完 谁会要你 我唇角微微勾起 不劳您费心 挂了 电话还没挂断时 我眼前就停了一辆车 熟悉的声音从车里传来 哟 小学弟 不是要和我合作吗 上车 搁带你边都封边说 成业是我学长 早我几年毕业 作为优秀校友 被校长请来发言时 与我意外结识 他家庭也一般 曾经在学校里也像我一样被针对我 后来加盟另一家公司当上了CEO 他说他挺欣赏我的 年轻 有才华 有野心 活脱脱一个年轻版的他 他还说可惜 当时他暴毙站在我面前 我问他 可惜什么 可惜啊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 理论上应该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 怎么就甘心 跟在苏寒烟身边呢 我当时没把他的挑笑当回事 毕竟他一定没见过 我在咖啡厅打工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灰头土脸 任人欺凌 即便成绩再好有什么用 我也没什么门路 能靠手里的技术赚钱 我很感激苏寒烟 是他给了我机会和爱 当然如今看来 如果只给机会 或许反而会更好 当初我这一番肺腑之言 只换来了成业的不屑 老弟啊 我是个商人 最懂商人想什么 如何依靠最少的利益 获得最大的利润 就是我们在考虑的东西 我是这样 苏寒烟也是这样 只不过我是个男人 跟你谈条件 靠的是利益 而苏寒烟是个女人 靠的是情感 我是真欣赏你 你的编程我看过 能力远在我之上 和我联手吧 见我做事要走 他细皮笑脸地拦住我 年轻人别这么冲动 给你留个联系方式 你早晚有一天 会打电话给我的 没成想 一语成衬 后来也是 他发给我一份文件 里面是苏寒烟 和家人的记录 文件里详细记载了 苏寒烟是怎么 从一开始就盯上我的 他在各大高校里 找寻没有背景 却有才华的年轻人 打算从一开始培养 调到公司为自己所用 只是一开始 他没打算自己入局 或许是我哪里引起了 他的兴趣 才有了我和他 后面的几年 可这几年里 我并非只贪图在 温柔巷里 我毕竟是个男人 哪能真的一心 只活在女人的光环下 在咖啡厅打工时 我就意识到 这种用体力 换取金钱的方法 不是长久之际 于是 当苏寒烟说要资助我时 我没有多做犹豫 成夜有点看得没错 我有野心 只是曾经的野心 被爱意掩埋了起来 我努力打磨自己 只为了成为他手上 最锋利的那把刀 当初因为苏寒烟 我拒绝了几次 成夜的合作邀请 成夜辞去了 原来公司的CEO职务 打算找人合伙 一起组建新公司 正是需要用人 见我拒绝 成夜退而求其次 说给我学习和练手的机会 我也想让自己赶紧成长起来 于是尝试过 帮他写程序 打给苏寒烟的钱 就是成夜给我的劳务费 回忆收拢 我对着成夜淡淡开口 在外面准备个办公室给我 既然加入你了 我就让你知道 苏寒烟当初选择我 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没有去成夜公司报到 毕竟我现在没有名校光环 进公司的话限制太多 不如放大我们以往的模式 我提供技术支持 其他的商业领域 成夜比我在行 当然也为了更好的掩然耳目 不让苏家盯上 成夜在公司附近 给我租了一个套间 搬来了相应的设备 供我使用 我打去它 赤柱工作都在一块 简直就是为了更好的 让我加班 不过这也正合我意 就这样 我没日没夜的研发程序 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状态里 直到有天 我接到了酒店电话 才想起来回奶奶家前 还有些东西 暂时放在那里没拿 可当我来到酒店门口时 却碰到了等在那里的苏寒烟 一身黑色利领西装 显得人十分干脸 波浪卷发垂在耳旁 不得不说 即便抛开苏家大小级的光环 她也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 见我走来 她美眸青苔 林阳 你闹够了没有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我站在原地没动 你的钱我含给你了 这些年你对我的知欲之恩 也随着我退学一笔勾销了 我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好聚好散吧 确议说完后 我略过她打算进酒店 拿上东西就走 或许是从出生起 便没有被人如此冷脸过 苏寒烟有些烦躁 在我经过她身旁时 扯过了我的手臂 我没有真打算 跟你要钱的意思 况且你这么多钱哪来的 你离了我 不会又回到咖啡厅了吧 还是什么酒吧 你陪那些老女人不如陪我 成业手段还是可以的 就算是苏家的势力 这么长时间 也查不到我在哪里 跟谁接触 可也因为如此 竟然让苏寒烟 以为我挣的是什么脏钱 我气得不行 自尊心在这一刻 到达了顶峰 我抬手将胳膊扯开 你说够了没有 苏寒烟 我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想我 我自认在你心里 比不上那些豪门少爷 可我也不是什么 为了钱就能屈服的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还在生我气对不对 我没有再和陪生联姻了 我心里是有你的 如果你想要名分 我也同意 等你毕业后 和我一起接手公司 拿出成绩来 我相信我家里人 也不会多过多反对的 要不是我看过成业 给我发的资料 我还真被他 这副样子骗了 苏家已经被这位 天才大小姐完全接手 上下一心都听他的 他真决定了 要做什么事情 谁能拦得住 无非只是自己 愿不愿意罢了 一开始是想借用 陪家的势力 和我的能力 现在见我要跑了 舍不得三年来 对我的培养 拿这种空话来安抚我 我彻底心思 冷冷笑道 你我之间 从来都不是因为 你去联姻的事情 苏寒烟 别再想着 诓骗我了 什么咖啡厅偶遇 难道不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我和你的相识 从头到尾 都是一场骗局 没错 就连那个找茶 往我头上倒咖啡的客人 不都是你一时兴起 找人安排的吗 见我什么都知道了 苏寒烟表情有点难看 酒店门口 人来人往有点多 她顾忌着颜面 拉着我上了车 车子在路上越开越快 顶着月色 苏寒烟第一次 向我露出柔软的一面 林阳 你走了之后 我就后悔了 我知道 先前是我不对 没错 我是提前问过校领导 你的成绩最好 又没有什么背景 咖啡厅的事 也是我故意安排的 但是 动心视我为 见意料之外的事情 林阳 我对你是真的有感情的 这些年和你的相处 也不全是因为逢场作戏 和你一个普通人在一起 也并不是 为了树立什么亲和人设 这都是我对家人的借口 你看 他们都说 这座庙球 姻缘最灵 我还专门跑到这里来 为我们两个 骑过福 姻缘牌给我看 车子开到一处寺庙 苏寒烟下车后 指着面前树上的 红色三年了 我没有见过苏寒烟哭 但此刻他眼眶发红 银泪滴挂在脸上 不得不说 很有说服力 可惜啊 我将红色姻缘牌取了下来 手指轻轻在我和苏寒烟的名字上摩擦了几下 果不其然 手指上沾上了一些黑色颜料的痕迹 不出意外的话 这牌子也是近几天才挂上的 看着我的动作 苏寒烟的表情越来越尴尬 确实是我来为我们祈福的 但是你走了以后 林扬 我 别说了 我开口打断了他 或许你对我确实有几分真情吧 但谎言太多 趁得这几分真情过于微不足道了 苏寒烟 再见 成业的公司上市了 作为第一功臣 我被他邀请正式从幕后转到台前 本来公司其他几位创始人不服 觉得我一没有学历的矛头小子进来 就空降和他们一般位置 直到成业在会议上宣布 我就是一直在背后进行研发的 X他们的眼神才对我敬佩起来 纷纷嚷嚷着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苏寒烟还是和陪圣结婚了 婚礼举行得十分盛大 手机上各种媒体争相报道 成业也清楚什么情况 没催我去上班 任由我在家里喝得烂醉 只是给我默默地推过来一个名片 我堂妹 刚大学毕业 人美心善 不像苏寒烟八百个心眼 你了解一下 我烦躁的不行 直接骂了声滚 就又睡了过去 苏寒烟结婚前一天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直到我下台后 走到阳台吹风 见她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苏寒烟举起酒杯 朝我劲道 林阳 我果然没看错你 我面色如常 谢谢裴太太夸奖 不知是否是这声裴太太 从我嘴里说出过于无情 无形之间将我二人拉开了距离 苏寒烟愣一下 随即面色有些委屈 别这么叫我 林阳 如果当初 我不是怀着目的接近你 是不是你我如今就不会是这样 或者我没有对你生出别的心思 只是给你机会 现在你也会安然在苏室入职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你我形同陌路 我笑了笑 苏小姐 你醉了 还有 世间没有如果 她轻笑一声 微微仰头 神色一如那日在车上时的柔软 是啊 没有如果 你我终究 是回不去了 奶奶的阿兹海默症越来越厉害 神志时而清醒 时而混沌 大部分时间里 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我把她接到了身边来 细心给她擦洗身子 奶奶突然对我说 杨杨 你媳妇好漂亮的呀 我一愣 谁 还有谁 我孙媳妇啊 叫苏 苏寒烟 名字也好听 我一直记着呢 奶奶 你又糊涂了 我哪有媳妇啊 哎 怎么是糊涂呢 她之前经常来看我的 就是不让我告诉你 好漂亮的姑娘 微卷的头发 鼻子上还有颗小痣 美地里 我没给奶奶看过苏寒烟的照片 一开始是觉得自己不配 中间想带着苏寒烟亲自回家 再后来就又觉得不配了 所以苏寒烟是真的来过 奶奶还在叙叙叨叨地跟我讲 我拉着她 给你讲你小时候读书啊 志向啊 她就哭 她跟我说奶奶她错了 我也不知道她错什么了 不过杨杨啊 感情方面的事情 外人说不上话的 最主要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开心就好 奶奶只要你开心啊 等眼里的泪慢慢消失后 我扶着老太太躺下 没过一会儿 她已经又认不出我了 拉着我 问我认不认识林阳 等她睡下后 我回了自己卧室 翻开手机 我和苏寒烟最近的一次联系 是她跟我说 自己离婚了 林阳 有对比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只要你一句话 什么都还回得去 这次我只要你 我的回复也很简单 是一张喜帖 我要结婚了 新娘是承夜堂妹 承夜没说错 小姑娘人美心善 还喜欢打直球 知道我受过情伤 所以默默陪了我好些年 我在苏寒烟的窗口那里 看了许久 随手点下了拉黑删除 我现在有了真正想要负责的人了 有些人 错过也是真错过了 刚准备睡觉 又是一个窗口弹出 杨杨 看这套婚纱 穿我身上好不好看 我看着面前笑颜如花的家人 嘴角清扬 好看 我女朋友 穿什么都好看 外面日头渐暖 爱情正当时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